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歡迎 主持人 歡迎 設計師 你們家東西真的蠻多的 好 我們現在先要看到的是林洋設計師 但他當初最care的是他們家後面這一塊 陽台剛好是天井 對 剛好是天井 然後還有油煙的問題 所以他曬衣服都有別人家炒菜油煙的味道 所以唐智最care這一點對不對 是 因為像小朋友衣服都不敢量外面 一定是量在房間裡面 所以我看到人家現場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要改造其實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我會去考慮到第一個 旅窗要做的一個方向位置 那要最主要去考慮到風向的問題 不要讓人家油煙的部分是跑到我們家 所以你的這個旅門窗就可以解決了噪音 然後方向控制的對 別人的油煙也不會飄到我家來了 OK 好 那目前我現在看到的東西 一定不僅值於此對不對 是啊 聽說你家很多的房間都除藏室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大型除藏室 在這邊嘛 你說大型啊 對啊 天吶 這房間不小欸 對啊 還蠻大的 可是完全是一個儲藏室的功用嗎 東西堆得滿滿的 真的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主臥室好了 主臥室哪一間 在右邊這一間 在右邊這一間 那現在我們來進到這個主臥室 我們來問一下葉仙人跟唐小姐 你們主臥室看起來就是東西很多 還有別的問題嗎 那個就是因為我們用那個衣� 把那個發霉的地方都把它遮住了 從天花板 哇 從那個腳 然後一路沿著衣櫃有多高 它就露到底耶 沒錯 對 還有嗎 還有的話就是也是用衣櫥 有臂癌 也把它遮住了 這個問題 其實好像老房子都有耶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OK 那您設計師你判斷它這是樓上露下來的 還是可能是結構 像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外牆 內部這個牆角的部分 這個臂癌的現象 我在判斷這應該是跟外牆 有些直接的關係 像我們剛剛衣櫃遮掉的這些部分 臂癌的現象 我剛剛在判斷 應該跟我們的浴室 可能是它室內的浴室做的防水 這個部分可能沒有做好 其實這個都有辦法去做一個解決 其實它這個房子 我來看過這有優點 其實第一個光線很好 保子格局非常的方正 通風也很好 也不錯 對 不錯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說 灰塵啊 塵蠻啊 或是油煙的問題這麼大 其實我們待會兒也把它改造一下 其實這房子的條件其實非常的不錯 好 當初那個唐老姐跟燕燕說過 風格什麼其實你們不設限 那立揚設計師 你到底要給他們一個什麼樣的feel的房子 其實我當時受到屋主兩個人的感動 就是說他們非常在意就是說 希望打造一個無毒安全的一個住家 讓他們兩個小朋友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去成長 所以我希望 我盡我的能力再去把它打造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住家 至少是充滿陽光 然後新鮮的空氣 對 然後明亮的房子 然後衣服不會臭 對 正在很希望可以給一個小孩很好的環境 舒適的空間 那說實在的 現在也沒有規劃他們的房間 整個就是很零散的狀況 請各位網友全力的支持投我們一票 拜託拜託 請大家投我們一票 新鮮的美貓 嗯 yers Muchas